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名叫伊格尔的男孩开始晕晦后 遭到他的前任亚历山大杜雷索娃的袭击 据悉 伊格尔与杜雷索娃曾是一对恋人 在发现女友怀孕后 伊格尔便提出了分手 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 而他的新女友对两人的事毫不知情 嫌疑人之一亚历山大杜雷索娃 左和其前男友伊格尔又杜雷索娃 发现伊格尔另寻心欢后 便向他的女友发了一条信息 警告说 离我们远一点 不然我就杀了你 把你埋子 然而 他的威胁并未收到成效 于是 恼羞承诺的杜雷索娃召集了自己的朋友 16岁的克里斯汀纳波亚尔科娃 16岁的玛利亚西普塔伊娃和20岁的安娜斯塔西亚沃隆吉卡娃 一起向伊格尔的新女友进行了这场病态的袭击 嫌疑人之一玛利亚西普塔伊娃 他们被指控闯入被害人家中 轮流对其时报 并用手机录下了视频 他们剃掉了他的头发 对他进行性虐 然后将他拖进浴室 用一根淋浴器的软管 往其下身里注入废水 离开前 他们又将房间里的笔记本电脑 手机和其他贵重物品细节一空 留着名少女一人在遇 是等死 嫌疑人之一安娜斯塔西亚沃隆吉卡娜 嫌疑人之一克里斯汀纳波亚尔科娃 尽管黏黏一息 少女最后还是设法拉响了警报器 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但医生说 由于子宫被高度烫伤 他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 四名袭击者 现已有三人被拘留 只有杜雷索巴丁有运在身而被转禁 他们被指控联手性侵和虐待一名未成年人 若罪名成立 他们将面临最高长达15年的监禁 实习编辑 庞子安编辑 陈亲热门推荐